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爆炸声接二连三地传到宪兵队,小秋如热锅蚂蚁,急令布下前去增援,而曾楚南却好征以挟地盯着墙上的日军地图,那上面清晰标注着宪兵队大楼的坐标。 鬼子援兵赶制,于显阳受到前后夹击,顿时力不能支。 他当机立断,叫其他人撤退,而自己却大胆现身往另一方向狂奔。 炸弹落下,爆炸的气浪将在地下室里审问于显阳的小秋掀翻在地。 而曾楚南则与日蝶鬼影和汉奸楚汉梁同归于尽。 狂怒的小秋决定将于显阳就地正法。 于显阳驱车狂奔冲出包围圈,于显阳驱车赶往寒山寺的途中发现了静远塞给自己的一封亲笔信。 这桥可够结实的,别说是两颗炸药宝,就是绑上一捆也未必能炸断它。 那是,小的为什么叫玉堂桥吗? 是因为啊,是苏伦沙场的大老板严玉堂花钱给建的。 你说要是不结实的话,那不就等于换了自己的名字吗? 他的名声是好了,我们可就难办了。 炸了桥还能拖住鬼影他们一阵子,现在桥炸不了了。 就凭我们这十几条枪,怕是连十分钟都吐不住。 不会吧,十分钟都顶不住。 这里的地形对我们不利,枪声一响,小鬼的支援马上就能到。 恐怕十分钟都是多说了。 草三,还记得你之前提起过,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地图绘测技术,是世界一流的。 相比之下 你们中国的地图 简直就是看不懂 确实 真的是不可同志而已 你看 你们的地图上 每条河渠都标明了深度和宽度 以及泥沙的深浅度 包括可以涉水的地点 以及坐标 经纬度 令人叹为观止 那你值得 要绘制这样一幅地图 要用多长时间吗 整整五年 也就是说 在五年以前 大日本帝国已经把我们苏州 当作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没错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们中国人 还有一句俗话 叫不怕贼偷 就怕在惦记 你的真心情 终于露出来了 科长阁下 杜碧军 在 马上去海军码头 把鬼影卸车 给我接到这里来 是 小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孙众官 我们的飞机将飞越苏州高空 沿着长江直扑武汉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性命难保 谢谢 哪里哪里 楚某不过是举手之劳 九伟先生不必挂怀 安卫就不要谦虚了 打下武汉 你们都是帝国的英雄 来了 来了 做好准备 好 好 来 看看什么情况 报告长官 前方有一辆黄泊车来路 我们正准备把它清掉 去吧 小心戒备 是 都走 都走 确定下车 赶快把车开走 再去一个 有时于闲阳 接下车机 打 哪里打去 科长阁下是海军马都放下 在黄军眼皮底下三眼 马上进口队伍 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资源 是 主持人 主持人 看来有人不想让鬼影军平安到达 不想让鬼影军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武汉的高级特工 如果这个人一到的话 那个像幽灵一样的金钗 就无处遁袖了 果真如此 取取几个亡命之徒 竟敢躺避当车 不自量力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就没必要着急 我们就静下心来 在这里等着鬼影军的到来 药戏 做了半天了 有点渴了 有茶吗 当然有 你要喝什么 毕罗春 没问题 全体后撤 远地警戒 听我 顾长官 打得这么舒服怎么不打了 鬼子没上来 接射子弹 九位先生 不好意思 为了两位的安全着想 还是请两位下车避避吧 是 是 开门 是 左边队长 我觉得这帮人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九位先生不必担心 我们这里离线兵队很近 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 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担心自身的安全 我是在想对方的人居然如此的神通广大 我的行程 我的行程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 是啊 据我所知 两位到此的消息 只有小丘客长一个人知道 对了 前两天他去了司令官那里 是不是领事馆那边有人在搞鬼 锦差 一定是那个锦差 锦差 初三 实得如今 我们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 在下楚南征 华东特务机关特别调查人 你的证件 确实是松氏孝良发给你的 但是呢 我相信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是说 我脚踩两只船 好马不备双安 忠臣不适二主 我虽然比不上周少二公 但是 这点节操还是有的 国界的问题 你效忠的 是哪一个珠子 不用担心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那我们就等着看好了 来点 来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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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定住他们 怎么这么快 快 上 圆军来了 全力地走 前进 停不住了 国长官 世界还没动 能减少多久减少多久 快走 撤 快 快撤 快撤 撤 快撤 你要干什么 告诉阿远 把这里给我收好了 别给我弄丢了 那是我姐姐给我留的 别废话 这不是长家子之后 踏踏实实的 带着兄弟们先走 我保证一会儿赶上你们 你小子活着回来 赶紧走 这里得叫我输 你们这么多人我照顾不了 没有你们本儿更好 别打了 撤 是 看来我得用上八成功力 殿长阁下 我来晚了 原地几件 是 二位 危险已经解除了 小球客战还在等着我们 请上车吧 二位说惊了 哪里哪里 都边队长临危不乱 指挥有方 一群跳梁小丑 何足挂齿啊 跳梁小丑 快上车 快上车 起来 身形 破坏 下辈子 走 枪不响了 也许这小子撤出来了 你以为他这是赵子龙单枪匹马七见七出的 我也回去看看 走 等等 你去干什么 我回去看看 我们好不容易冲出了包围圈 再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可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 你回去就能把他救出来吗 鬼子的歪八子即将在那里一只 回去就等于是送死 这小子是从南京刀山火汗里冲出来的 但愿他能吉人天下 撤吧 撤 我看你 我会发现失去 我看你 好 挖曲 挖 挖 啃 放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八个又到了这个地方 队长阁下 你还是先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 不 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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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外围 是 你们接个给我来 齐大人跟我走 这边 最后 这样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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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l 还快快快 好 你们两个 去楼顶 一小队 二小队 两翼报仇 是 三小队 封锁住路口 是 剩下的 给我来 你们去那边 王八蛋 别聪明了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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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长阁下 渡边队长都楼下了 他们抓住了于血阳 什么 抓住了余契阳 是 你去空口 唯 春雨 记录 北纬三十一度三分 东京一百二十度六分 这点进委会 立刻轰炸这一座标 是 何久不见 小军客森 你好 我把于显阳带回来了 比起来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笑什么 中国有个官叫阎王 他现在就拿着把剑 站在你的头顶上 可你却不知道 你说可笑不可笑 可是据我所知 阎王好像不杀日本人 他不杀人 只杀鬼 是吗 都别 把他关进地牢 等候司令官的命令 再做处置 晚上给二位接风洗尘 小秋快的 归影军 曾楚南 归影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位是 你可能听说过我的名字 我是国民政府的特派员 曾楚南 楚汉良 你也来了 楚南老弟 真 真没想到能在这个地方遇见你 小秋口长 你曾经问我到底对哪个主子效忠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效忠的主子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的国家 我的民族 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四万万同胞 不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楚先生 不 曾先生 你真是一条变色龙 我真搞不懂 你葫芦里面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你搞不懂不要紧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金钗是谁吗 你也想知道六八一的最终下落 你还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留住鬼影 这些都在我脑子里 很好 如果你把你脑子里的这些交代出来的话 我或许会放过你的 交代 行 我看不必舍进秋远 我就在你们宪兵队给你个交代 停 楚男 楚男老弟 来 汉良兄 跟我坐到一起 汉良兄啊 很久没见 这样需就方便 我说楚男 我们毕竟是这里的客人 理应顺从主人的安排 你看还是不要这样介意为好 听我的 就坐这里 汉良 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求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因为大汉奸没祖平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被我们一枪击毙 你 出三 不 增特班园 这场戏 你准备演到什么时候 这么精彩的演出 为什么要急着结束呢 游戏 那你就 接着演下去 按理说 现在我们这出戏的主角 应该是鬼影军 如果没有你的那封电报 这场戏的结尾 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去设计 什么电报 昨天晚上 在你和楚汉良连夜跋山涉水赶来苏州的时候 我们的681替你给松井司令官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 武汉敌机已尽数飞往南昌 城中已无空战力量 明日大胜可期 明日大胜可期 鬼影 你不觉得小秋就算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来不及了吗 你们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口担针 可惜你没在武汉 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 司令官阁下 我军飞机在飞制武汉上空 便遭到敌人空军 两个大队67架战机的包围 直到现在 还在基战照顾 不可能 这六十几架飞机 是从哪里做出来的 中国的空军主力 不是全都飞往南昌了吗 我 难道 鬼影的情报有误 是我 司令官阁下 我刚接到九伟军 证明昨天晚上的封电报 不是他本人所发 是金钗 一定是金钗 没错 的确是金钗提供了你们轰炸武汉的情报 金钗这个名字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吧 楚汉良 只可惜你除了知道他是朝鲜太罗泰的成员之外 其他的你一无所知 甚至连他是男侍女你都不知道 没关系 我手里有他的档案 回去一查 水落石出 何必那么麻烦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金钗是一个女人 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想听听飞机掉下来究竟是什么声音 我怎么看这小球科长的脸色不太好啊 出事了 我说什么来着 阎王是要杀鬼的 可惜现在不是武汉 这要是在武汉该多好啊 抬头一看 小鬼子的飞 对不起 是你们的飞机 拖着黑黑的大尾巴 一下扎到江面上 再抬头一看 打到翅膀了 变两半了 光 冒着红红的火光 这真比过年还热闹啊 云霞 你们怎么知道鬼影先生到苏州的时间 又怎么知道他在海军马头上 谁告诉你的 那个六八一 不是已经死在狮子口监牢里了吗 我亲眼所见 难道 这个也是假的 要说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六八一没死 死的是你那个点狱长 叫黑皮 他不配当中国人 我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变鬼了 这么说 那天晚上 你也在狮子口 嗯 别说狮子口了 整个苏州 我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他 嗯 嗯 是 本来吧 这可是件天大的秘密 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但是我看到小邱科长这么着急 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 那我就说了 你们不是有一个会隐身的鬼影吗 我们也有一个 代号叫老道 他会茅山术 只要一念赵月 别管多厚的墙 搜的一下就过去了 余歇言 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废话 如果你再不交代的话 我根本没必要再留着你 打从南京回来 我这条命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我承认 我 这次灾了 灾在你们六八一的手里 嗯 说到六八一 他让我转告你 你在东北江武堂欠下的那笔血债 也该还了 那你替我转告他 本人欠债太多 容易混淆 要债的话 请他亲自来 那倒是 那倒是 你手上欠的血债太多 我没必要跟你一笔一笔的算 那好 那我们就一次性了解 我也想啊 不过曾先生 等我铲除了金钗 这个隐患之后我就回国养老了 恐怕你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 那都未必 听 听什么 别说谎 他 仔细听 另外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两个秘密 第一 我深爱这金钗 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他 为此 我不惜一死 第二 鬼影 主汉良 这出戏 结束了 你们两个 陪着我 一起谢幕 她 她 她 都没有 我们两个人 他们就不应该是 她 她 她 现已返航 曾主难有消息吗 还没有 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请转告委员长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不如使命 曾主难死 我不得不承认 你们那个曾长官 的确是个狠角色 居然叫来轰炸机 在我们头上扔了两颗炸弹 瓦罐难离井口破 将士难免朕前往 这没什么 杀一个够本 杀两颗转一个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那位龟影 和武汉来的叛徒 也给我们曾长官 当垫背了吧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就落在了你的身上 如果你肯和黄军 合作的话 我看还是算了吧 知道我也不会说 看来 根本没必要留着你 不用行了 你不需要这个 你会死在都边的墙口下 我叫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欣扬 你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看着这张图没有 你来看啊 看清楚了 我们上一回和于老弟两个人去杀那个武汉代表梅祖平 于老弟就在那个窗户都封死的情况下 砰的一枪 怎么样 梅祖平 死了 这是当年我爹把我抱回家的时候 我身上的一块手绢 可能是我亲弟亲娘留给我的唯一一件忌人 大师 阿元来了 你来得正好啊 快来看看 这是贫僧为了你们小两口准备的贺礼 和和二仙徒 我还真怕感知不及呢 这就连夜装表 到现在还没干透呢 大师 今天的婚礼恐怕办不成了 办不成了 为什么呀 夏阳出事了 他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地牢里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 我来 一是为了知会你一生 免得你白跑一趟 第二件事 是想请你看 这是你写的字 这没错 这正是贫僧手术啊 那 那你再看这个 这个你也认识吧 阿元 这方手吧 你从何处得来 这是夏阳的亲生父母 留给他的唯一己任 你是说 你是说 咸阳 他是我的儿子 咸阳 我的儿啊 是 很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谨说 您过两天就要回国了 是啊 严谨说 之前龟英俊通过外务社给他发了一封密函 委托他让他调查一个叫李亲子的朝鲜女人 这一两天就会出结果 小丘科长 是 现在跟我谈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这与我回国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司令官 卑职认为 这个李亲子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捕获的金差 而金差 很有可能 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的 秦子小姐 小丘科长 是 你是个聪明人 有些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关于师碑的事 面对 九燕王我真是无敌自容 而这个秦子 却可以调解我和九燕王之间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和那个所谓的金差毫无关联 如果有 你要毫不留情 雷克战草出根 是 报告 外面来了一个孙人 自称是寒山寺的住持 说是有要事求见司令官阁下 静元大使 会不会 因为失悲的事 那好 去会会这位大和尚 静元大使 贵国有句俗语 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大使来此何以不妨直言 阿弥陀佛 贫生斗胆 恳请司令官阁下网开一面 放于显阳一条生路 静元大使 你跟这个于显阳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替他求情呢 贫僧和于施主实则素昧平生 如果一定要扯上干系 那便是贫僧和全城的百姓一样 都敬佩他的英雄肝胆 故而贫僧此番前来 也是受了全城百姓所托 广司令官能顺应民意 保全于施主性命 当时此言差矣 勾往进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那是天经定义的 贵君所到之处 无不施衡遍野血流成河 如果说到杀人偿命 恐怕连你们这些军人全都算上 也偿还不了你们欠下的累累血债 静远大师 诸子有云 故君子之治人也 即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既然这个云贤阳 屡屡杀害我军士兵 那么 他今日为我所勤 我也绝不会手软 也罢 求情于道无异于问道于忙 贫僧原本就没报什么指望 既然如此 那贫僧就退而求其次 我宁用一件价值连成的宝物 所谓交换条件 不知司令官阁下意下如何呢 莫非那块石碑 又回到了大师的手上 正是 据贫僧所知 贵国的朝乡宫 旧燕王 一直对这块石碑是垂涎三尺 难道说 我一件价值连成的宝物 还不足以换来一个 普通中国士兵的性命吗 好吧 如果大师愿意献出这块石碑 那么我可以下令 饶于显阳不死 该为押送南京 长期简进 善哉 善哉 为救人一命 贫僧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很好 明天上午九点玉堂桥 你交出石碑 我送于显阳去南京 一言没定 嫂子 阿宝兄弟 怎么了 急得一头汗 来来来 快坐下喝点水 嫂子 水就不喝了 我出来得比较急 马上还得回去 你跟掌柜的说 鬼子要把玉大哥转移到南京去 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钟 玉堂桥码头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师傅 这是前师傅刻的那块碑 日本人能认出来 大师 人家都说鬼子靠得住 母猪会上树 就怕你东西给他们了 可到头来 还是没保住玉大哥的性命 连你这小沙迷都晓得的道理 为师我又怎会不知啊 那你这么做 岂不是多此一举 长空长明 坐 你们两个性子持重 办事稳妥 为师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两个 师傅请吩咐 不解慎思量 直到求佛难 回心即是佛 莫向外头看 我与他不会 他与我不言 未报往来者 可来向寒山 嗯 你们两个能领悟到 寒山大师的诗中真意 为师心中慎感欣慰啊 你们两个听好 倘若为师不在时 你们务必要约束同门师弟 纵使外面邪魔当道也要心存清明恪守本分 记住 记住 只要一缕香火不绝 我寒山寺必有光大之日 请吩咐师父罚旨 长空长明 在 你们两个带领众师弟 把这块杯送往师父的禅房吧 是 好 好 还有什么好讲的 打呀 一旦到了南京人就没了 打是一定要打的 可我们要想的再周全一些 这些人是在这边吗 昨天我们在玉堂桥已经折腾了一趟了 这鬼子一定会戒备森严 结果老弟 别的我不说了 都会这帮兄弟 你来指挥 哪怕刀山火海 只要你一声令下 是啊 郭总贵 打吧 那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要去救显阳 万一要是不成 我要跟他死在一起 郭总贵 都准备好了 走 四林官 你的早餐 亲自小姐 有件事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这个房间任何人不得进入 包括你在内 知道了 还有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后天动身去南京 在此期间 在此期间 你不能离开灵使馆 我明白了 二楼要加强境界 任何现在人的一律不得靠近 是 还有 给亲子配备警卫 不准他离开这栋大楼 遵命 真是漂亮啊 可惜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是你们抢来的 我这都是要上路的人了 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 给我送行啊 不过 不过 有没有发现很隆重 知道为什么那么隆重吗 我们俩就别卖关子了吧 也是 第一呢 确实是为你送行 第二呢 我们要迎接 诗碑 寒山寺那块诗碑 还有那块诗碑 语解雅 真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值钱 能为我们换来这块价值连城 又让我头痛不已的诗碑 这样 我为那个诗碑定做了一个盒子 为了表示对你的谢意 我也会为你定做一口尚好的棺材 你还真是客气啊 唐会长 你是鉴定专家 把你请来 就是要借你这双和颜金金 帮我鉴别一下这块诗碑的真伪 在下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不要再像上次那样闹笑话了 好 跟我们走吧 静远大使 果然焉耳有信 说道做道 阿弥陀佛 那就看司令官阁下是否也信守承诺了 大使尽管放心 于显阳我带来了 阁下请看 师碑在此 好 你 大使这是要干什么呀 老轮舅 骑士静远大师他是 大师是什么 没什么 大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宋警司令官 贫僧还想和于施主说几句话 没有问题 小邱科长 在 把于斜阳带过来 是 此类的一块 大师 你们说吧 大师 你上了小鬼子的当了 他们说是给我拉到南京去 有可能半路上就给我闭了 你 孩子 孩子 你这就要给我超度 打开 孩子 我只想告诉你 你是好样的 你爹娘 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大师 你这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说我爹娘的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 那我告诉你 你娘 她不但人长得好看 她贤惠 善良 又心灵手巧 大师 你就别安慰我了 你对我的这份情意 我感谢你 我与显阳这条小命算不得什么 司令官阁下 这论悲客而言 这的确是原悲客者唐人斋所刻的 很好很好 可是在接悲仪式上那个假悲 那是唐人斋的嫡孙弟子前本初所刻 那功夫啊 可是轻出于蓝而胜于蓝 那刀法跟这个刀法结果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呢 在下有点吃不准了 吃不准 你这就磨了两颗的回答 我很不满意 是 我再仔细看看 不过就是可惜了那块石碑了 你要相信我 这块手帕就是你娘亲手所修 你一定要保管好它 这块手帕我已经给了阿元了 怎么在你这里 景元大师 你们说好了没有 麻烦你过来一下 司令官阁下可是想问贫僧如何辨别这块石碑的真伪 是的 司令官阁下也许忘了 关于这块石碑有这样几句咒语 咒语 咒云 凡克此碑者 谢此碑者 祭此碑者 祭此碑者 皆痴狂心乱 必将军众 必将军降 居然间阀场了 小心科长 快 命令的人打开余显阳的手铐 藻业 但是你可是春价人 不要轻举妄动 我佛慈悲有怒目几刚 你若再不一言照办 此刻便是服侍二人流血五步 哼 我答应你 放 这大和尚真是疯了 走 全地准备 准备 大家得瞧瞧一点 不要伤到大师和尉血阳 别动啊 挺后 但是 冷静 都别动啊 大师 干得好 带老骨子上车 走 退后 挺前言 退后 走 上车 快 打开车门 别动 小丘客长 放松些 快打开车门 做好你要做的事 快 走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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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上客下 这些和尚 该怎么处置 天风给我下定了 太队 是靳远一个人干的 跟我没关系 那杯是假的 昌德 你这个太山帕子之辈 平时师父是怎么教我们的 是 人呐呢 在哈山寺 我带你们去 下山寺 县阳天歌连剑 和你相处甚久 竟不知你便是我那失散多年的孩儿 三十年前 为父留学归来 为父留学归来 与你娘一见钟情 遂定住身 其料本地恶毫寄予我余家祖业 老牛仕毒之情 却与天下父母一般无异 今日今夕乌尔为日寇所掳 性命危在旦夕 为父心机如焚 决一拼却生死 也要护你终全 怎么就不能早些 怎么就不能早些啊 怎么就不能早些啊 怎么怎么可以 县阳 的儿啊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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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为父遭遇菩萨 望无儿莫要悲伤 菩萨慈悲使我父子团聚 纵然千岛万瓦 为父亦甘受不辞 但求无儿坦荡做人 一生无愧天地 从此平安喜乐 无一年四月初一日 父子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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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